大家好,我是一年去Angele游一四梦 回到外面了,Gitsevandes 是這樣的 也有一段時間沒有上載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差不多一個星期 也有 在這裡寫著一週前 我最後有一段影片 就是介紹港島的香格尼拉坦這個下午茶 今天怎麼回事呢? 就是這次做個通告告訴大家 那我就 今天就是2020年的7月16日 星期四 那 就是告訴大家 就 接下來將會兩個星期 我也很 比較忙 因為要忙於要搬屋 要收拾屋 斷捨離 很多事情 要去做 所以這兩個星期 就會暫停 那 同時間呢 這段時間呢 都 香港的疫情反彈 每天差不多都有50宗的確診 其實都不 都不因為這個 疫情問題而暫停自己工作 那是 因為自己的先生要搬公司 那 搬到 去這個 港島東 最東 還要 最東 所以 就一定要搬去市區住 那 有一陣子 就要找房子 找到呢 就要 把家裡的東西全部斷捨離 因為 房子比較小一點 已經不能再放那麼多東西 那 很多大型的傢俬 都要 即 要棄置 那 找這些 環保團體 是收的 但是 那些環保團體都說 暫時沒有人會需要 這樣 所以呢 幫不了我 即是那些二手的家具 不可以 給有需要的人 那我就 就是 唯有都要很狠心地 送去這個 垃圾房 那 又要找一些 運輸公司 要報價 那 那 最重要是 家裡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 嗯 即是 真的 天天是清一點 又清一點 這樣 那 那我很感恩 那 有朋友 有些朋友 又想來 他們又不介意 要一些二手的東西 物品 那 就 我很好地給他們 利用 或者他們再給別人 甚至賣出去也好 什麼也好 總之 我先給別人 先清掉 房子 因為如果不是 我就 不可以在 期間之前 離開 當然 大家是想在 指定的日期之前 就搞定了 就不用 回頭再撿 這樣 對不對 那 那 那 當然 日後如果 我 預計 就是在八月頭到半 所以就在這幾個星期 真的很忙 那 暫別 你們先 那 那 同時 希望你們 就是 保住身體 大家 那 都是那些 由大口罩 勤洗手 那 那 那 還要做運動 或者吃多些營養素 那 那 確保自己的免疫力會增強 那 那 我這段時間 我就真的 就是 天天都 在出行 就是 執屋 當運動 那 那當然自己平日都有運動 又做瑜伽 那 那 其實有一個分享的 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放過片 好像沒有 是講關於 中拔的 正念瑜伽 那 我之前有上過幾課 那 都想分享的 不過就 看看有沒有時間 再有段片給大家 那 好了 喜歡片的朋友 請讚和訂閱 謝謝